上午8点,中国女排式联赛第一劲敌正式宣布 零一个有苦难言,蔡斌压力翻倍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那么聊一聊在本次世界联赛当中 咱们中国女排的第一劲敌,那么他们官宣的一个消息 而通过这样一个消息也让咱们中国女排在本次世界联赛当中 去实现自身目标,去完成球队崛起,有了一个压力倍增的过程 那么如果你看完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要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女排的球迷朋友看到直言的视频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首先我们都知道目前世界联赛随着赛程深入已经达到了第三周的阶段 而中国女排也正在紧张的备战当中 在保加利亚准备去开启球队最后一战常球赛的比赛 可以说在本次比赛开打以前 那么所有的女排球迷对于球队都是非常担心 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在前期整体表现确实没有达到球迷预期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吧 那么在前八场比赛里 咱们中国女排仅仅是五胜三负的成绩 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 而且在此之际 那么中国女排在第三周的比赛当中 我们球队还出现了二传手凋零雨离开球队的问题 那么这就导致中国女排整体的战力确实在现阶段有了一些下滑 这让咱们中国女排球迷确实非常担心 而且呢我们要知道的是 我们需要担心的不仅仅是本次世界联赛常规赛阶段 那么对于后期中国女排去实现球队目标 大家可能也有着更多担忧 很多关注中国女排的球迷也都清楚 在本次世界联赛打枪以前 蔡斌教练他给咱们中国女排定的目标 是打进世界联赛的总决赛 而且这样一个目标即便在第二阶段 蔡斌也没有去动摇过 所以说打进世界联赛的总决赛 就是中国女排本次是联赛终结的一个目标 而结合球队目前的情况来说 想要实现这个最终目标 整体难度确实非常大 可能我们需要经历更多的考验才行 而且就在不久之前 那么我们中国女排式联赛第一对手 他们的官宣消息 也让女排队伍整体压力倍增 这个对手是谁呢 就是美国女排 我们也都知道在本次世界联赛当中 那么别的球队不说 在此前的比赛里 咱们中国队是遭遇到美国队的直接横扫 对吧 那么这也是咱们中国女排 在本次式联赛前期 唯一一次被对手横扫的比赛 而这就足以看出 美国队它已经成为了 中国女排在本次式联赛打进总决赛 第一大对手 对吧 那么面对他们的话 可能咱们中国女排在比赛里 需要拿出更多实力才行 但是就在最近 就在本次世界联赛第三周 比赛正式打响以前 那么美国女排方面 他们是公布了球队最新的14人名单 而从这样一个名单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队方面 他们整体的人缘布局 又是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相比于第二周的话 美国女排在这一次的名单当中 在主攻 副攻 接应和二船的位置上 都是进行了换人 可以说整体换人幅度 整体力度非常之大 对吧 四个位置都有了换人 那么就让美国女排整体实力 有了再度加码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调整当中 那么美国女排是召回了 东京奥运会球队夺冠主力二船 波尔特 那么她的回归将会让美国女排在场上 整体的战斗力再次翻倍 所以说这就让美国女排在后续的比赛里 整体竞争形势更加的明朗 对吧 那么让球队在本次世界联赛当中 去实现更高的目标 有了再度加码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于咱们中国女排来说 确实是相当不利 首先呢 对比美国女排 她们的整体换人 咱们中国队在试联赛第三周 整体换人确实有些捉襟见着 我们没有更多新鲜的血液补入 而且呢 球队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深刻的解决 那么除此以外 当咱们在后期用这样的阵容 去面对美国队的时候 确实我们的胜算真的不是非常之大 那么从这样一个整体的排名不振 我们也足以看出 目前呢 美国女排和中国女排 整体人员储备方面 真的是有些拉开的差距 这点直到我们中国女排去关注 那么在后期 咱们中国排线方面 也一定要扎根于球队年轻人员的培养 那么在大赛里 一定要给到我们更多年轻队员机会 让他们在比赛里精力锻炼 这样的话 中国女排才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在后期的比赛里 当蔡斌需要人员使用的时候 咱们中国队才能够拿出更多优秀队员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变化 就让中国女排本次是联赛 去实现整体的目标 有了一些难度 那么也让球队的主攻手里应应 在本次比赛里有些勇苦难言 因为面对着对手 他们的整体实力加码 面对着他们在坚硬在二传 在主攻的位置上 各种人员的变化 中国女排却只能依靠林应 单点发挥 这一点真的是让我们为林应 而去感到担心 感到有一些遗憾 那么当然面对眼下的困难 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队伍 能够从自身去解决 像我们现在球队的复攻位置 我们的袁新月 王延远 这些球队其实都是比较强力的选手 那么也希望他们在后期 在林应需要帮助的时候 能够站出来 帮他去解决问题 这样的话 中国女排在面对强队的时候 才会有更多的后手牌 才有更多强劲的对拼筹码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听志言聊秋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请一些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 下期咱们接着